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臭吗? 无论你用多少香水除臭,味道依然无法遮掩 科尔维特作为美国国宝级超级跑车 你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最便宜的得到它吗? 我现在告诉你,银河护卫队里的火箭浣熊是真实存在的,你相信吗? 对于这样的流言蜚语,你又是如何敢想的? 反正我是持怀疑态度 但本集《流言终结者》将对大家还原真相,用事实说话 大家好,我是安哥 咱们本集的第一个故事有点恶心,但是很棒 有个年轻人想买一辆拉风跑车 因为资金短缺,只好看上了一辆二手车 但车上一直发散一股恶臭 原来是有人曾死在了这辆车上 无论怎样除臭,味道依然存在 甚至跑车的价格降到最低,也无人购买 这就是流言很久的臭车传说 我们的主持人杰米亚当 依然用严谨的实验还原了这件事情的真假 首先要有一辆跑车 为了模拟人体腐烂的气味 还有两头自然死亡的二师兄 把他们的尸体放在车里浮烂两个月 看看能否出臭,并且卖掉这辆车 虽然这个实验听起来很疯狂 但在纸面上来说确实很容易完成 哥俩找到将要出售自己爱车的车主 很幸运,是一辆87年的科尔维特跑车 试车的亚当相当兴奋 这可是第一辆纯粹的美式跑车 他拥有性感的流线 唯美风的脊肉轮廓 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跑车 可车主要是知道 你们要拿他的爱车做这样的实验 估计会瞬间升天吧 花了重金将跑车开回实验室后 跑车已经具备 接下来该寻找二师兄了 用了一周半的时间 专门制作动物标本的商店就运来了礼物 两头自然死亡的全猪尸体 死猪一到味道就随之弥漫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实验人员 戴上痛苦面具的表情 哥俩也是全部武装 亚当甚至在车上贴出了生化危机的标志 努力把死猪尸体搬运到车上时 散发的恶臭已经可以和生化武器有一比了 实验人员无意幸免赶紧关上车门 将车外文缝隙全部密封掩饰 再把车辆送进集装箱 他们可不想让一丝臭气迎上实验 更影响自己 时间定在了两个月后再来 看看能否一招致命 看来本次的实验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珍惜生命这句话此时显得格外意义非凡 等待期间 他们甚至在清洗公司实习了一番 学习如何处理尸体现场 又如何从一辆车上找出气味根源 尤其是清洗公司的秘密酿素清洗剂 酿酿素与有机物产生化学反应 使它们加速分解成小碎片 可以处理真正意义上难闻的臭味 这样对于清理科尔维特会有很大帮助 整个的学习过程也让哥俩信心倍增 完全有能力除掉跑车上的臭味 实验室的小伙伴要是知道此事 肯定都乐坏了 说实迟哪是坏 两个月过去 哥俩全服装 是时候打开潘多拉磨盒了 今天的目的就是让所有清洗空气全部消失 打开集装箱的那一叉叉 连在旁边监督的清洗专家都冒了冷汗 站在集装箱里的二人 开始神志不经讨撕胶带 亚当顺利地打开车门进入车内 死猪尸体甚至已经淹没整个车厢 流出的血块要迅速处理才行 可到处充满失失年年的感觉 让他无从下手 还是先把车开出来吧 掌控方向盘的解密 差点被气味撩倒 车内散发的臭味已经升级为氨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信心满满的哥俩腿也软了 车内饰品都已经被腐蚀分解 想要清理 需要用纸巾稀释车内血水 然后才可以躺下来 拧下所有螺丝零件 车内的地毯 座位 门板 全都要丢掉 经过一系列非人般的工作后 哥俩已经清洗掉了400件的腐蚀东西 接下来要用到 从专业清洗公司选到的诀窃 用特殊酿素清洗剂分解了有机残渣 随着苍蝇逐渐减少 看来起到了效果 经过一天的疯狂清理 神志不经的二人 现在要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辆车 可能永远无法上路了 因为要清除味道 必须要清除所有发售的零件 最后可能只剩下一辆车的外壳 但实验还没有结束 流言未必证实 经过一星期的清理 他们要试着卖掉这辆车 就算是以最低的价格当零件卖也行 可车上散发的气味 还是让常人无法接受 甚至解谜展现出了强力促销 也毫无办法 看车的人 一波接一波 全都被臭气熏跑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一位大佬看中 最后以2000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 实验结束 流言被打破 看来世界上不会有卖不掉的臭车 哪怕再臭 只要有相应的价值 就会有人购买 离开这个有味道的实验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本集最后的流言 幻雄火箭 故事发生在美国宾州 有几个坏家伙在院子里喝啤酒 看一只幻雄就开始拿枪射击他 这时幻雄躲进了一根排水管里 坏家伙里有个人自作聪明 想要将汽油倒进去烧死他 可爬进去点火时 却被直接射出水管 难道是银河护卫队火箭附体 正义降临 这结果还需杰米亚当用实验证明 他们首先需要一个大水管 大约要7米长 直径在1尺左右 外加20升汽油 然后想办法从长距离外 安全点燃汽油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亚当这时问了个关键问题 谁来负责从管子里飞出来 结果如他所愿 哥俩想到了同一个人 那就是流言中间小组的流量小声 测试下人 在这个经历魔战的日子里 他始终无一记怨言 想必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可以胜任 接下来二人在城里 购买了合适的下水管 可看到水管后 杰米越发觉得这个故事离谱 这么大的水管发生爆炸 空气能从身旁穿过 不可能会出现炸飞的情况 但哥俩只要会涉及到爆炸 就会去执行 回到实验室 为了能从安全距离点燃汽油 让他们改善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遥控打火机 顺便精心打扮了一下 一会儿要上场的贾人兄弟 使用的是防火服专用布料 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 不会被融化 他们还买了一个幻熊玩具 哥俩在还原故事细节上 就是这么专业 实验场地设置在了一个废弃机场 杰米驾驶勾机 将下水管用土买好 再将今天的男主角 贾人兄弟和幻熊放进管道 倒入汽油后 一切防护准备就绪 摄像组准备 实验开始 点火 下水管内燃起烈火 可并没有发生爆炸 只有被一只烧坏了的浣熊 从结果上来看 流言已经被打破了 故事确实价格离谱 但哥俩可不这么想 既然已经进展到这了 必须要想办法 一定要让贾人兄弟炸飞出去 说干就干 他们准备把贾人身上夹些东西 然后将下水管完全密封 类似于枪管中的弹头 火药在爆炸后 可以让弹头射出去 兄弟二人已经进入心灵相通的境界 很快 贾人就被做成大型子弹 到时发泡胶会加载着贾人成功飞起 回到实验场地 二人决定加大火药链 把大型子弹塞进下水管 再用勾机密封好管道口 这次直语成功 不许失败 倒计时响起 3 2 1 准备发射 直验贾人被瞬间射出 这个威力让我想到了 GPS火箭筒 简直不要太暴力 此时兄弟俩无比兴奋 他们终于看到了想要的画面 贾人兄弟看起来也似乎感觉良好 一切都很完美 看了以上两个实验 我们可以确定 再臭的一辆车 只要价格到位 就会有人购买 天有汽油的下水管 不会把人炸飞 今天的留言挑战 到这里就落下眉目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 有趣且可信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